大家好 我是呼噁木缠 11月13日 迪奥在社交媒体上搞宣传活动 主题海报是摄影师陈曼的一幅作品 这张陈列在迪奥女士 我之所见展曲里的作品 模特带着衰败死气的花枝头饰 利爪般的护甲套 脸上画得脏兮兮的妆容 翻着白眼 一副猙獰的表情 这种形象哪里有一丝产品宣传的样子 只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阴间气息 直接说这是恐怖僵尸片的定装照 还差不多 我不知道陈曼想通过这张宣传海报表达什么意思 他们是想说迪奥的目标客户就是这样打扮的人吗 雀斑脸 蜜蜜眼 加上富满洲同款的护甲套 标准的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网友们愤怒的对摄影师陈曼对迪奥进行了指责 因为这是标准的种族歧视 富满洲这个西方虚构的形象代表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 连美国都不敢明目张胆的用的 陈曼倒是胆子挺肥的 在中国搞擦边球 为陈曼和迪奥护航保驾的水军也随后出现 洗地套路无非是说网友们不懂艺术和美 艺术和美应该是多元的之类 但洗地有用吗 艺术和美不管是什么表现形式 总不能让人感到侮辱 总不能让人不舒服吧 陈曼要真的觉得海报里这身打扮就是艺术和美 那他自己平时就应该这样装扮自己 陈曼自己在网络上的照片打扮怎么都这么普通呢 这个事儿无非是有人用钱来侮辱别人 有人为了赚钱去侮辱同胞罢了 而且这不是迪奥第一次挑衅了 2019年10月17日迪奥进入中国的一所大学进行宣传活动 所展示的中国门店地图缺少台湾藏南等区域 学生现场表达抗议不满 迪奥的现场负责人却狡辩说这是因为台湾面积太小了 所以不展示在地图上 事情最终演变为网络舆论事件 最后迪奥才道歉 这也不是陈曼第一次打擦边球了 以前陈曼就有一套中国十二色的作品集 蜜蜜眼单眼皮 奇怪的表情压抑的风格 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无非是迎合西方对中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 一股浓浓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味道 而陈曼为雷哈纳拍摄了同一个主节的摄影作品 却拍的那么美 这还是擦边球 给大家看一张陈曼在外网社交媒体账号发的图片 这个手势 这个动作 百分之百西方针对亚裔 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为陈曼敌奥洗地的那些人 也同样是为了赚钱去侮辱同胞 只不过这些人更可怜 吃的是残羹剩饭 妄想侮辱大家的智商 丑化中国人形象可以在西方出名获奖 然后拿着西方颁发的奖项 在中国市场收获大量的金钱荣誉和行业地位 这个套路在过去几十年 中国的文艺圈文化圈文学圈屡见不鞋 过去几十年很多人说白了 就是为了那块肉骨头在侮辱自己的同胞 这两年这个无限造假吹捧西方 无限贬低造谣中国的套路不太好使了 方方接受了国外出版社的约稿 写了充满谎言散播焦虑的日记 蒋方舟接受日本资助 在她的东京一年中自称日本媒体人和教授 永远无法理解我们的痛与伤 仅仅是抱之以礼貌的同情和猎奇 同情我生长的迷人而恐怖的抑郁 从来就是满嘴谎言的矮大姐 如今又加上了沉迈 他们都翻车了 中国老百姓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在回归 但中国文艺圈文化圈文学圈的软骨头病 还没有痊愈 这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为什么要强调必须改变西方议员论呢 因为过去三五百年世界并不美好 甚至并不文明 西方议员论下的世界 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掌握了定义权 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什么更有价值 在过去就是西方议员论说了算 大家记得那位奥卡菲娜吗 他在美国没有出名得奖的时候 穿衣打扮也挺正常的 不说漂亮但也至少看着舒服 后来他在美国成名得奖 整个妆容就往西方定义的亚洲人靠拢 喜地说西方人特别喜欢亚洲女性 眯眯眼雀斑脸的人 别卖弄那些可怜的自以为是的知识了 看看伊万卡 看看苏菲马索 看看寡姐 看看皮鹏的老婆 中西方审美差距真有那么大吗 方方讲方舟 矮大紧 陈蔓之流 吉利银河 摇尾其连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西方议员论赞同鼓励的 无非是一群自我贬低 认同被人收割的韭菜吧 自信性丧失 脊梁被敲断 永远自觉低人一等 在这样的认识下 拿什么争取到应该有的平等和尊严呢 即便是谈到经济利益 西方议员论也同样不利于我们中国的未来 中国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市场 同样也有很多奢侈品品牌产品在中国生产 那为什么中国本土几乎没有自己的奢侈品品牌呢 电动汽车一个国产品牌的价格能和特斯拉比吗 绘画作品一张中国水墨画能和油画比吗 之所以能大量赚取不正常的溢价 说白了其实就是基于西方议员论 因为他们掌握了对美对时尚对艺术的话语权 如果比较的仅仅是技术是质量是产品本身那也是公平的 但西方议员论的问题就像是陈曼的那张摄影作品一样 他们要采灭的是其他文明的历史精神和自信 更可恶的是还有人为了赚钱去银河去侮辱同胞 所信的是这些年我们看到了改变 方方 蒋方舟 百大井 尘曼之流的翻车事件 其实是西方议员论在中国逐渐崩塌的具象化表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变得不可阻挡 我们这代人或许将有幸见证西方议员论在全球范围内崩塌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